端午节快到了 华联市公所延续多年的关怀脚步 发送应景的粽子给独居长辈低收入户 还有东区老人之家的住民 希望可以让市区内近千户的弱势和长者 感受到过节的暖心气氛 端午节就快到了 华联市长卫家宴19号一早 特别前往主权里 拜访独居长者和低收入户家庭 随后抵达东区老人之家 将准备好的肉粽分别送出 并准备了一批物质 对弱势表达关怀 我们非常感谢每年 这个重要的节日三节前 公所市长带着这个公所团队 都会来对我们的长辈进行问候 那长辈在这样一个期间 都会感受到外界的满满的关心 也非常的期待 华联市今年送出的爱心众 包括东区老人之家 公非安置的长者62份 低收入户有727份 独居长者则有207份 总计送出996份 在目前都已经发送完毕 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端午节了 那我们公所约准备了 我们的种植 跟一些物资 来关心一些我们独居老人 那大概是准备了一千多份 那也希望在 家节的前夕 然后让我们所有独居老人收到这份 表示我们的心意 那也希望说大家在任何有需要 不管是物资 或是有需要一些资源的部分 都可以跟我们理干事 或我们施工所来做一个联系 那如果说家中有变故 或者是突发了一些事故 那或者是物资需求的市民朋友 也欢迎就是到食物银行 在中华路 中校国家旁边 那我们这食物银行里面 也有三星人士捐赠的一批漏笼 欢迎就是市民朋友们来申请享用 而华联市长卫家宴也提醒 有需要的民众 不限户籍地限制 都可以前往华联市 爱华联食物银行 填表森林物资 希望县内的弱势及长者们 都能感受到过节的暖心氛围 记者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